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子急忙喊道 我有事 快过来 一声汗虫 人已经被脚下一股大零液带 顺地脱到 匆忙之下 脚一用力将那东西生生脱了回来 手中绣斧子一抡 一斧子就砸了下去 砰的一声 卢中烂目 那东西一松 松的一下又消失在浓屋之中 杨子匆忙翻身爬了起来 惊恐失措 好在这时候 金玉龙和萧冷秋 已经顺着声音到了近前 金玉龙将手中剑一挥 问道 怎么了 杨子心有余剑 急声说道 刚才有个东西将我脱倒了 力量很大 速度也非常快 被我砸了一下 瞬间就没赢了 金玉龙说 我刚才也是 一跳开就有东西 直窜我过来 我一有挥剑就斩那东西 那东西好像知道厉害 搜了一下就不见了 小冷秋看了看地面 说 这东西很可能就在地下 咱们小心一点 话刚说完 又起一阵浓屋 整个乱石阵中 几乎是对面不见了 小冷秋急忙叫道 手拉手 不要分散了 对方就是想将我们分开 杨子急忙先伸出手去 匆忙之中就拉到一只手 往前一拉 说道 先想办法出去 谁知道 这只手一拉到面前 杨子心中顿时一惊 小冷秋的手指修长 金玉龙的手掌则是空无有力 这只手却一场粗糙 生满了老茧 而且呈现出青灰色来 如同死人手掌一般 一看就不是金玉龙和小冷秋的 杨子怪叫了一声 一把抓住 另一只手一轮手中斧子 对那手就砸了过去 那只手的力量却异常巨大 猛地一冲正脱了出去 松的一下就缩了回去 杨子顿时砸了一个空 随即就见以人形迎面扑道 杨子也顾不上许多 轮斧子当头就砸 碰的一声 对着来人脑袋上 就砸了过去 那人一惊 随即跳开 大声喊道 杨子你疯了吗 残龙也干嘛 是金玉龙的声音 杨子急忙收手 颤声收道 收收手 刚才多了一只手 金玉龙怒道 你冷静点 死人都见过好几个了 一只手还在你下成这样 打起精神来 这时候 小冷秋也是边说话 边走了过来 杨子 不能慌 越是这个时候 越得沉得住气 说着话 小冷秋已经到了近前 一伸手抓住杨子的手 往自己腰带上一放 说 抓紧腰带 一个抓一个 我看看能不能出得去 金玉龙应了一声 也伸手抓着杨子的腰带 跟在最后 小冷秋在前面 走走停停 口中不断念念有词 看起来好像有点闷到 后面又有金玉龙 杨子的心 这才稍微平静了一点 谁知道 刚走几步 金玉龙在后面喊道 小杨子 你指甲也不浅俭 都枯龙腌肉了 另外麻烦你有点出息 杨宝 那么大力气干什么呀 想把我腰带扯断吗 这话一出口 杨子就是一愣 脱口说 你说谁呢 我在你前面 金玉龙一听 起到 那我后面是谁啊 小冷秋在前面急声喊道 小心 两个子一出口 金玉龙反手就是一剑 就在他出手的一瞬间 身后嗖的一声 又没赢了 金玉龙面色大变 喊道 此后 有人藏在雾里 杨子瞬间清除一身冷汗 马上想起刚才那只手来 颤上说 也许不是人 刚才那只手 我看着 就不像是活人的手 他这么一说 小冷秋立即说 这都是对方的手段 我们不要自己吓自己 记住了 我在前面 杨子在中间 龙你是最后一刻 发现不对 立即出手 金玉龙刚应了一声 忽然又一声怪叫 杨子就感觉腰带一松 金玉龙的手脱了 急忙一翻身 一把抓去 正好抓住金玉龙的手 奋力一拉 金玉龙又被扯了回来 随即金玉龙就怒道 这次撑我腿了 话音刚落 前面的小冷秋 已经冷哼了一声 随即响起几声 咻咻的声响 显然是动上手了 紧接着就是扑通一声 应该是什么摔倒在地 傻傻直响 迅速向右边移动 金玉龙急忙窜向前去 杨子刚向跟上 脚脖子又是一气 一股大力涌来 一个不稳扑通一声 再度被扯倒在地 杨子一反手就是一斧子 那东西似乎早已撂到 一将杨子扯倒 已经缩了回去 但这次杨子是摔在地上的 地面雾气就没那么浓了 反而看得清楚 哪里是什么人手啊 分明是一节藤蔓一样的玩意儿 就像是一条长手一样 灵活无比 但这样一来 杨子就和金玉龙 萧冷秋分开了 这浓雾蛇木 根本就看不到人在哪里 事后杨上说 大家小心 好像是藤蔓 前面大概十来米处 想起了金玉龙的回应 藤蔓 这里东西都成金了吗 怎么一开始一根都看不见呢 随即萧冷秋的声音 在右边大概三十米处响起 这东西应该是藏在 那些黑色花草下面 一旦缠住就顺地拖走 不知道是不是人操作的 目标十分明确 就是要将我们分开 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 大家千万小心 浓雾之中 可见度太低 如果它冒充我们 靠近我们 我们根本就不会防备 但我们一分开 就更难以防范 必须尽快聚集到一起 从现在开始 大家顺着声音往一起走 一边走一边抱树 声音不对的 立即出手 一句话说完 紧跟着就喊了一句 一 这个树出口时 已经往杨子这边 靠近了一点 杨子急忙喊道 二 喊话的同时 也向萧冷秋的出声方向 移动了过去 紧接着 金玉龙的声音 也响了起来 三 同时脚步声响起 显然也正在往一起走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三人一致集合的方向 忽然 响起了一个 阴森森的声音 死 这声音一起 三人全都一愣 瞬间 毛骨悚然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演播的 长篇悬疑小说 《探龙》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